好 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全智股其实也是轮流表现 这一波其实从台积电到联发科 一直到鸿海的街报 都是助攻台股能够占上 29年来新高的重要功臣 那上个礼拜也看到了 像是鸿海特别举办了一场法说会 而在这场法说会当中 哇 的确让人呼声连连 对 当然这个法说会的内容 其实让法人相当的一个惊艳 第一个在第三季财报的部分的话 比市场预起来的更好 整个获利的部分 呈现三绿三生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在展望未来的部分的话 这一次刘洋伟这个董事长的处理秀 也对未来鸿海的事业板块的蓝图 做比较完整的规划 所以大家就会预期说 可能未来在鸿海部分 有没有类似台积电这样的布局 就是说我可能未来的进程 逐步的去完成它 对法人来看的话 它长线的资金就可以做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波段 其实鸿海在外资的部分的话 连续性的一个买进 股价也从这个70几块 一路拉到90几块的一个高点 虽然说在法说会之后 股价好像有一些日黑的连黑的状况 但整理上来看的话 多方架构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那重点来观察一下这次法说会的内容 交出什么样的一个亮点 第一个就再来说 它预期未来整个鸿海 要转型到资本密集的一个企业 也是代表说未来整个鸿海 在所谓的自动化 无人化跟一些所谓的 高科技的运用来看的话 会比现在有更高的一个提升 所以预估在2020年 就会实现所谓的富资康3.1 也就是说整个智慧制造 无人工厂的部分 在整个富资康的一个产线 会出现全面性的一个 普及性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在这样的前提里面来看的话 预估说未来毛利率有机会 上升到10个百分点 那未来整个鸿海的事业布局中心 会集中到一些高毛率 高竞争力的一些产品 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布局 所以当中会以这个AI 半导体5G或6G 成为未来整个获利的一个引擎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体上来看的话 它整体上未来的目标是 预估未来要去充斥电动车 数位医疗跟机器人三大商机 而且法人很关注的重点在于说 到底鸿海每年获利这么样的稳定 那配息率会不会有比较大一个波动 他承诺未来配息率 不会低于当年获利的40% 所以简单去讲 他这一次的一个法说会 对法人来讲的话 把这个未来的蓝图 未来的国际政策 讲得相当的清楚 所以法人回去报告 好像都写好没有写到坏的啦 而且大家对于所谓 在所谓这个郭台铭董事长 正是把一些权力交棒 给其他的经营经理人 跟董事长的时候 大家也期望 是不是能够安下一颗心 对那唯独有一个缺点 在说整个第四季的营收预估 会比第三季来的衰退 所以是短线来看 红海股价有一些震荡的主要原因 但我们来看他财报的一个内容 最少就整个一个 第三季的状况来看的话 这三条线是俗称的一个三绿 三条线都往上钩 那这三条线往上钩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过去在 2016年发生过一次 2017年也发生过一次 这两次都造成红海股价 出现底部的一个翻牙 所以我们不敢说红海股价 真的要涨到多少 但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位阶偏低我觉得 但还有后续去涨的空间 可以做一个期待 那当然后续的观察 重点就是在说 这一波外资真的蛮很多 但红家军好像也不是 雨露均沾嘛 当中还是有一些个股买超 有些个股卖超 那我们跳一下 最近这个波段以来 整个法人有在买的一个 红家军的一个个股 那当然当中 红海是当中的代表嘛 因为外资跟投信 呈现同买的状况 那融资短样来看的话 高档增幅比较高一点 所以股价涨多 有一些高档增幅的状况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 最近在这个法人 比较爱布局的这两档 是所谓的红海集团里面 半导体相关的一个概念股 那见害的部分跟网通有关 都是整个法人最近有所青睐 有所布局的标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未来红海它整个集团的转型 会落在所谓的一个 5G跟6G 在半导体跟一些 所谓的AI制造的一个区块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到底哪一些的一个集团类股 属于哪一些区块 代表说未来可能整个 事业集团的方向 整个重心会往这边做一个倾斜 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跟5G相关的股票有哪一些 有建汉台阳 亚太电 广宇跟真地 那上个礼拜但盘面上最热股票 应该是在亚太电的部分 因为这个 拾木洪海完全的一个 全吃了 全吃了 所以亚太电就出现了 股价也连续拉抬 那虽然说在礼拜五部分 股价有一点点开高走低的一个疑虑 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 既然是出现底部出量 底薪打得相当的一个完整 也代表短来看的话 应该涨多回档有可能 但整个中线 偏多架构没有太大改变 那亚太电如果出现了一个 突破的转强 那当然大家对于它旗下一些 相关的网通类股 会有所想像吗 因为明年整个事业集团 重心往这边倾斜 那预估他们的一个 所谓的营收成长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近期的部分的话 虽然在法人并没有积极的布局 但我觉得未来有回补了一个空间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所谓的智慧制造 相关的一个概念股里面 像上个礼拜五表现很好的 在这个有微科 在华汉的部分 那当然华汉是因为 第三季的季报相当的一个亮眼 那预期在第四季的部分 又再加上明年的一个展望 都很乐观 所以华汉你可以看到 上个礼拜五股价 很明显出现了一个 转强性的发展 一根长红棒直接突破到 这个年线的一个反压之上 所以整个一个架构上来看 你看到均线全部都是翻扬向上 所以也代表说整体上来看的话 似乎工业电脑这个区块 在鸿海未来可能整个事业 不管是在这个新建厂的部分 或未来整个智慧工厂的部分的话 对整个工业电脑这个区块的需求 应该有持续有所提升 所以华汉的部分我觉得 当然就可以留意到 你可以看到当中里面跟智慧制造有关的 像有威科 毛利率 营业利率跟进益率 其实都叫出不错的一个成绩单 也代表说未来可能在鸿海的订单倾斜底下 这些的一个个股 我觉得它在整个一个获利上面 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转机 可以做一个期待 所以股价你也可以看到 不管是帆轩跟有威科 跟华汉现行都相当的接近 都是一个底部翻扬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觉得未来都可以特别留意到 就是说整体上在鸿海集团 它的一个布局方向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整个鸿海集团 当然短线上鸿海在高档休息 就关注一下 整个法人筹码 如果集中到刚刚所提到的 这些相关的区块来看的话 可能都还有布局的空间 好 现在是不是在整个筹码面的部分 只要再添一把柴火 就能够让他们搭上这一波题材的列车 那当然法人就是在看数字 就是在看位阶 还有哪一些有机会成为今年法人年底 作造的明星强势股 我们下个节目回来继续追踪 相当料 优优独播 nerve uuuuu 啤 corrid 勘独播 deleg 再见